你知道红三大轻卫的第三位叫什么吗 原来他才是最强的存在 红的这三大轻卫 实力都全在极限无管五大巡查史之上 他们一直都是红亲自教导的 实力也在行星级一到二阶左右 且他们的存在 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当初在第一次误导之争时 就连法尔一员都没有认出诸巡查史背后的冰山 之后冰山站在自己的特殊能力堪卡 在和法尔的抢夺战中 直接完胜 成功夺走了92个草木之灵 法尔都要去炸了 而第二位出场的就是妖劳 相比于其他两大轻卫 妖劳的实力属于中等水平 但即使是如此 他的实力也远超普通行星级一阶的强者 在第二次误导之争中 罗冯也联手三大轻卫一起寻宝 但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四人居然遇到了十多名行星级的强者 为了抢夺宝物 他们也从对方的手中夺走了四颗木牙金 妖劳更是凭借实力获得了其中两颗 而红的第三轻卫野兽才是实力最强的 作为一位超爷们 他的身材十分的魁梧 在和十几名行星级强者对战时 野兽更是一拳 就击败了一名行星级的强者 这也可以看得出他的实力 绝对比妖劳和冰伤还要强 那么小伙伴们 你觉得从一技中出来的罗冯 能够打得过这三大轻卫吗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猜测吧